中国的巨大变化 中国的经济的成就 这些外国人虽然不会说中文 但是他们知道中国制造 他们知道人民币 他们也知道中国有13亿人的巨大的市场 这些带着鲜明的中国色彩的符号 不仅影响着这些外国人的生活 更是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 从今天开始 我们将用六天的时间来为您介绍六个中国符号 他们代表着中国经济的独特的发展历程 他们正在深刻的改变着世界的现在 和未来 那么今天呢 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制造 2004年的圣诞节 美国人萨拉邦交尼尔忽然发现 39件圣诞礼品中 中国制造仅有25件 家里的DVD 鞋 袜子 玩具 台灯 也统统来自中国 萨拉不禁想到 如果没有中国产品 美国人还能否生存下去 于是她突发奇想 决定从2005年1月1日起 带领全家尝试一年不买中国产品的日子 萨拉没有想到 此后一家人的生活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这段生活经历 后来被她写成了风靡一时的畅销书 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 事实上 中国制造业在过去的几十年间 爆发了惊人的生产能力 目前 中国制造业中 已有近200类产品的产量 居于世界第一 中国制造业的增速 也连续20年 居全球之首 其中 58%以上的中国制造 由外资企业出口 它们是许多跨国公司重要的利润来源 价廉物美的中国制造 还让全世界消费者 节省了巨大的消费支出 据美国媒体测算 过去十年中 中国制造让美国消费者 节省了六千多亿美元 在2009年 中国将占有全球制造业 11.783万亿美元增加值的17% 超过美国所占有的16% 而这一改变 将终结美国在制造业领域长达一百多年的龙头老大地位 也将使中国制造业在世界的位置重新回归到1840年之前 中国靠我们的这样一个现有的资源 靠我们现有的优势 形成了一个世界制造中心 或者叫世界工厂 然而上述到60年前 在美国著名战地记者 中国震撼世界一书的作者 杰克·贝尔登眼中 刚刚经历过战争洗礼的中国大地 满目疮痍一穷二百 老百姓把火柴叫洋火 铁钉叫洋钉 脸盆叫洋盆 沙线叫洋沙 自行车叫洋车 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中简单的工业品 在当时的中国却不能生产 要靠进口 对于建国初期落后的中国工业 毛泽东当时感慨的说 现在我们能造什么 能造桌子椅子 能造茶碗茶壶 能种粮食 还能磨成面粉 还能造纸 但是一辆汽车 一架飞机 一辆坦克 一辆拖拉机 都不能造 落后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基本的判断 就是中国当时的工业水平 和发达国家 先进国家相差一百年 在这样的焦虑中 中国开始奋起直追 第一个五年计划 开始着手制定 第一个五年计划 对于中国来讲 目标就是电影工业化的处境 一五期间 中国制造业实现了许多零的突破 第一座制造大型机床的 沈阳机床厂 第一座大批量生产电子馆的 北京电子馆厂 第一座试制飞机的 沈阳飞机制造厂 新中国第一座生产载重汽车的 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 应用而成 正当中国的工业基础 初步奠定的时候 大跃进开始了 随后轮跨大革命爆发了 这场浩劫 使出具规模的工业体系 破坏殆尽 工业企业的各项核算指标 全面大幅下降 百元固定资产实现总产值和净利润 分别降低百分之十二点七和百分之三十七点八 百元工业总产值实现利润降低百分之四十二点五 当时一位日本记者来到重庆炼钢厂 采访中他深切感受到了当时中国制造业的落后 两台一百多年前从英国引进的蒸汽式炸钢机 居然还在使用 这位日本人不敢相信自己的眼镜 1978年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古墓率团出访欧洲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他参观了许多工厂矿山和港口 西方国家先进的制造业 让主管经济工作的古墓非常感慨 而这个时候西方发达国家刚刚经历一段经济高速增长 面临产业结构调整 低增长 高失业 通货膨胀等困难 在经济萧条的情况下 海外资金将目光投向了刚刚打开国门的中国 1978年10月 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派出一个代表团 到中国商谈重型汽车合作项目 在谈判过程中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美方代表团团长汤姆斯莫菲 突然打断了中方代表技术引进的发言 提出了一个新方案 合资 他叫我把我的钱包拿出 他又把钱包放在桌上 什么叫做 这样的问题 何之啊 就是我们两个人把钱放在一起 拿这个钱去经营 这个企业 那么要赚钱我们共同赚 要赔钱我们共同赔 就是我们是利益共同赔 他说最简单的说 就是我们两个人结婚 我们是一个家庭 是一个共同的家庭 他说这个 一说这个 我当老年第一个牌 我说你不了解中国情况 你就想了 我是公众网人 你是打资本家 我跟你接什么 美方提出的这种新的合作方式 当时在中方看来 是一件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事后 他们如实向上级主管部门做了汇报 然而不久之后的一份中央领导批示 让所有人大吃一惊 合资经营的思路得到邓小平的肯定 为中国与其他国家 在制造业领域的合资 打开了局面 在风鸣的炮声中 方言2.14公里的舍口工业区诞生了 在舍口工业区的建设中 广东省的负责人提出了一个更加大胆的想法 广东临近港澳 华侨众多 希望中央给点全 在临近香港澳门的珠海和汕头 建立出口工业区 此后不久深圳 珠海 汕头 厦门 相继常为特区 允许外国厂商 华侨 港澳商人投资办厂 然而对于国门初开的中国来说 既没有资金 也没有技术 更不了解国际市场 能拿出来与外资合作的 只有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 在这种条件下 三来一补 也就是来料加工 来样加工 来建装配和补偿贸易 就成为了改革开放初期 中国制造的普遍形态 1978年 三来一补最早出现在东莞 这个当时GDP只有6亿元的农业小线 由此拉开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大幕 如今 东莞已经成为中国制造业名城 以至于出现了这样一个形象的说法 如果深圳到东莞的高速路堵车 那么全球的电脑内存就会涨价 东莞市 今年出口创汇额再次突破2亿元 三来一补 两头在外 不仅为中国换回了数量惊人的外汇 更重要的是通过与外方合作 让中国人见识了先进的制造工艺 发现了巨大的海外市场 掌握了现代企业管理经验 这个钱其实并不难挣 越来越多的中国人 开始自己开厂 侵犯制造业的浪潮也从珠三角地区向北推进 在中国长三角这个名叫尼乌的小县城 出现了一个摊棚市场 有一千多户摊贩在摆摊撤点 很多商贩在市场里摆摊 在家里搞家庭工厂 前电后厂的模式 表示着中国制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款式新额低廉 供应充足 品种齐全 一屋迅速成了全球最大的小商品市场 这里出售的中国制造 遍布几乎世界每一个角落 为什么不能赚到更多的钱 这个问题成了当时许多中国企业家挥之不去的心结 1990年TCL在珠三角 也是一家颇有名气的电视机生产企业 李东升第一次参加美国国际电子展时 遭遇的却是巨大的挫折感 我们站了一个很小的摊位 三米乘三米就九个平方 当时在展会我看到国外的那些大企业 让我非常震撼 开放的时代精神 1992年3月26日 深圳特区报刊发了一篇题为 《东方风来满眼春》的报道 很多人就是通过这篇报道 知道了小平的南方谈话 88岁的邓小平在南群中 产发了一系列崭新的思想 1992年以邓小平同志南方谈话和党的十四大为标志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 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进入了新的阶段 世界的目光聚焦中国 外商分支踏来 来华投资热再度兴起 抓住机遇 加快发展的热潮也感染着每一个中国人 许多后来家喻户晓的企业巨人 就在这时候走上了创业之路 1992年5月 在出版社做了多年编辑的以名善 不顾亲朋好友反对 创办了重庆轰达车辆配件研究所 生产摩托车发动机 那个时候尽管我已经虚岁55岁了 但是我认为可能是我最后的机会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很小 不过只有区区9个人 只有20万元人民币 除了一个45平方米的地方来 恰如恰如打打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不仅让大量的非公有经济 如雨后春笋般萌生起来 也使得成千上万的国有企业 摆脱了计划体制的束缚 为中国制造的提升增添了新的动力 这是长江大地上一个盛大的命运一事 世界上最先进的原统型深海 储油断碳平台在一家中国国有企业 诞生了 我们和船中一起做了一个命运一事 它就像一个孩子一样 出生了要命运嘛 1997年7月2日 从泰国首都曼谷 传来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 泰国政府宣布放弃泰铢 与美元的固定汇率制 亚洲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在短短几个月内 这场金融风暴就好像好莱坞当年拍摄的电影 龙卷风一样 所到之处一片狼藉 在这场亚洲金融危机的侵袭下 日本的工业指数出现了负增长 全球最重要的四大制造业基地 亚洲四小龙 韩国 新加坡 香港 台湾 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工厂倒闭 尽管中国内地的制造业也受到了不少冲击 但是凭借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成本 中国占尽了全球产业转移的先机 亚洲四小龙的许多制造工厂 在危机中迁移到了中国内地 同时国际市场的许多订单 也被价钱更便宜的中国内地制造企业抢了去 这场危机其实让中国制造 卖上了新的发展平台 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 中国出口的主要产品是纺织 玩具 塑料等劳动密集型产品 而危机之后短短几年 电子元器件 电子显示器 精密仪器等技术密集型的产品 成为中国出口的主要商品 提高技术含量 以提高效率来实现经济增长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曾经影响了很多人 有意思的是 他的作者托马斯·弗里德曼 是在一台惠普电脑上把这本书敲出来的 弗里德曼可能不知道 他的惠普电脑产自中国昆山 目前全球每五台笔记本电脑 就有三台产自中国昆山 《世界是平》的这本书解答了世界为什么会发生一次又一次的工业革命和产业转移 而中国昆山正是这本美国畅销书的最好主角 如果说在上一个世纪 中国制造是从引进来开始的 那么进入新世纪 中国制造开始了新的尝试 那就是走出去 2001年4月 美国南卡州卡姆顿市举行了一个隆重的命名仪式 这是美国第一条以中国企业品牌命名的道路 国外老师认为你是中国货就是便宜货 就是廉价货 那么我们就要进到主流渠道 2001年11月10日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第四届部长级会议上 卡迈勒主席敲响了手中的木锤 中国被接纳为世界贸易组织新成员 加入WTO之后 这样就使中国很多行业过剩的产能 通过国际市场有了一个新的出路 就这个通道比过去更畅通了 入市之后 国际市场的大门开得更大了 中国制造的国际化战略也从小心翼翼的尝试变成了更加激进的大步流星 上世纪90年代初 为国际品牌代工的企业开始在全球市场跑马圈地 2004年联想宣布收购IDM个人电脑全球业 演绎了一场舌头像式的传奇 同年PCL与阿尔卡特公司签署量解备网络 共同组建合资公司 并与法国套讯公司签署合并协议 尽管这些海外并购一国三者 但中国制造的勃勃雄心已经让世界震惊 风浪是大一些的 但是呢我们确实是觉得有能力把这个船开好开稳 让世界震惊的还有中国制造的另一个品牌神奇 2008年9月25日21时时分 中国自己设计和制造的神舟七号飞船 载着三名中国宇航员成功飞上太空 宇航员翟志刚穿着中国制造的宇航服进行太空漫步 茫茫太空第一次出现了一位挥舞着五星红旗的中国人 车唱以后 在太空行动的感觉怎么样 从发射到升空 从出舱到返回 中国制造经历了神秘太空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当航铁员翟志刚回到返回舱 这个关闭舱门恢复压力以后 我们确实还是松了一口气 2008年不断蔓延的美国次贷危机急剧恶化 演变为一场百名一遇的金融危机 从发达国家传导到新兴市场国家 从金融领域扩散到实体经济 金融海啸波及全球 中国制造业受到了空前的冲击 珠三角 长三角大量外贸出口型企业大量倒闭 积极的出击 积极的利用现在金融危机带来的挑战 但是也有机遇 金融风暴的寒潮给中国制造带来了冷静思考 纵观其他国家制造业发展历史 我们可以看到 20世纪60年代 日本制造的产品常常是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 但后来与高端高质高价挂上了沟 70年代 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制造的产品也与低端低质低价联系在一起 但后来也摆脱了这种联系 如今这种联系甩给了中国制造的产品 中国制造如何在挫折中发展呢 最重要的是我们要加紧产业升级 我们的技术含量必须要增加 自主创新的自主知识产权的成分必须要逐渐的上升 就在中国制造向全球迈进的时候 中国也向世界打开了大门 13亿人口的市场无与伦比 这是一个你可以尽情去想象的市场 这里蕴藏着无限的商机 正是看好中国的13亿 千千万万的外国投资者来到中国淘金 明天的同一时间呢 我们再为您介绍中国符号当中的13亿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节日快乐 同样的欢迎您继续关注财经频道接下来的节目 我是小鸭 明天我们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